所以说我们的法的来源是清净的 所以讲这些作者的介绍 那第二说 他讲的那个法 我们要就是说 遵纪 所以这里说 就是教法俗胜 要知道本论是俗胜处 才会引发对本论的教重心 道俊论 尊者最圆满的作主 有句三种圆满 所以说我们要遵纪 这里有讲圣教 所有的法 就是所有的佛的语 就是圣教 圣教的意思说 佛的所有的语言 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说 就是经典 有意义的话 所以佛不会说无意的话 所以佛每一句话都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哪个经典是好 哪个经典是不好 我们不可以去用这些分别的心来去分 因为说大小圣密称 所有反正佛 就是所有的佛的语 佛语都是叫我们说圣教 对我们有意义 对我们有帮助 而且这里面有说 所有的法 佛语 也就是说 善说 善语 所以有帮助 我们不可以排斥 那我们一般 虽然我们有学佛 但是有时候不懂这些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学的 就是觉得说很殊胜 然后不懂其他的 我们会排斥 这样不可以 而且我们学 菩提道士对广论的话 那我们会就是 不会造这些恶业 因为从菩提道士对广论里面 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佛语都是圣言 所以说所有的佛语都是圣教 对我们有帮助的 第三 那就是说 通达一切 圣教无为的殊胜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就是说 圣教是佛语的意思 无为的殊胜 所以说我们 不管懂它的意思 或者是不懂 是一个佛 即是经书 的话我们要遵纪 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是修大圣的法 所以说排斥小圣 那有时候说 我们修小圣的法 所以排斥大圣 今天里面有这样讲 有时候说我们修大圣 所以小圣是就是说 就是猎法 就是很差的法 所以我们不需要学这些法 有这些种种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么讲 知道吗 我们又为什么有这些分别心呢 因为我们不懂它们的耐寒 所以我们有这些分别心 但是 阿地下尊哲 他自己也有学小圣 大圣 等等 那就是佛法里面有讲 显教是因 密教是果 还有说 浅浅的就是修行 是厚厚的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因 那厚厚的修行 是浅浅的 果 所以说 我们 总来讲的话 佛法的就是那个 精华是可以分三种 出力心 菩提心 空振剑 那这些 比如说 出力心的话 大小圣 密乘 共修的 一个 大 那空振剑 也是如此 所以说 出力心的话 在小圣的经典里面 非常讲得 非常详细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在 在那个小圣的 书里面 看到这些 也可以说 就是我们可以 从这里 可以学到出力心 所以我们不可以排斥 然后 阿迪迦他自己 学习是这么的殊胜 那这些学习是他有 怎么说呢 有跟着一个老师学吗 还是说他自学 还学出来的 那一定是他有老师 所以说 这里有说 他最主要的有 12个上师 那他总来讲的话 是有 157个上师 那前面我们有讲 他虽然这么的聪明 这么的聪明 但是他有医治了 那么多的上师 为什么呢 因为说 佛法是大海 大海一般 非常广 非常深奥 所以说 虽然他很聪明 但是说 他自己的 怎么说呢 光靠自己的智慧 没有办法 通达所有的法的耐寒 所以他抑制了 那么多的上师 那从这里 也可以说 我们学到什么呢 我们也 有学佛法 我们也是佛教徒 那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 就是想要 就是说 通达所有的 那些 经典的耐寒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 因为 我们说 成佛 要就是 一是说 要说就是 闻思修 那闻 你就是 闻了某一个 一点 就是部分的经典 这是不够的 这是不圆满 所以说 我们要学 所有的法 去自修 自学 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会 对各方面 不了解 而是有时候 可能会 前后 有些发生冲突 等等 所以我们 自己的 智慧 没办法 去通 所有的 法的 经典的耐寒 说 阿德加尊者 那么的聪明 但是他有 那么多的上师 那我们的话 就是更不要说 所以说 我们 也 医治 一个 善知识 是非常重要 所以 菩提道 之类 广论里面 就是这些都是前行 刚就是 而 那个 下师到的时候 从 就是一指上师到 一指上师 为主 到 那个 就是 最后 师母他跟 毗波斯 呢 就是 就解释 一一地有解释 所以 他一开始 讲 就是一指上师 是 就是说 我们也 想要 学一个 语言 或者想 学什么 一定要 就是 医治一个 老师 找一个老师 所以说 我们学任何 都心 最主要是 有一个 遇到一个 找到一个 好的老师 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学佛 就是 更要 所以 阿德加尊者 他自己 有 医治了 那么多的上师 尤其是 这里 有说 就是 而且 他的故事里面 说 他有那么多的上师 但是 这里面 最主要的 上师 就是 那个 金珠大师 为什么呢 阿德加尊者 是 他已经 升起了 菩提心 那他的 菩提心 是可以说 跟 金珠大师 学 而 就是 产生的 神奇 菩提心 所以说 最有那么多的上师中 就是说 那个 金珠大师 是可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上师 那这里面有 对 见解来讲的话 阿德加尊者 跟金珠大师 就说 金珠大师的话 就是那个 可以说 守于 修 那个 就是 那个 什么 皮箔沙中 他的 就是那个 见解式 那阿德加尊者 他自己的见解式 就是中光 所以见解方面 就是阿德加尊者 他比较高 但是他根本 不会有 说 就是说 他没有生气过 就是傲慢心 所以说 就是 智慧方面 阿德加尊者 跟 金珠大师 都可以说 阿德加尊者 更聪明 因为他已经通达了空性 那时候可以说 金珠大师还没有通达空性 但是他很尊绩 那这里也 可以说 给我们提醒 那提醒什么呢 提醒说 我们如果 医治了上师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 就是 怎么说呢 好好去跟他学 那我们要去 就是 怎么说呢 不要看他的反面 要看正面 因为 我们 去 看这些反面 或者 有的是说 找一个缺点的话 我们会找得出来 因为 我们 是 怎么说呢 意义是 我们在轮回里面 所以我们的五官都被 五米盖住了 所以我们看出去是 会看不清 所以说 我们一般的人说 有些上师有缺点 我亲眼看到了 但是说 对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亲眼看到 也不一定是你看到 它的实际的情况 因为 因为我们的那个 五蕴都被 五米盖住了 所以我们要 这方面要 小心 如果 我们自己要 就是用一些 清静心 去 医治 上师的话 那那个 上师 在这里 上次我有上 那个 三主要道里面 有说 上师 也不一定 是 佛 上师 有佛 有菩萨 还有 阿罗汉 也有一般的 反夫 对 所以说 一个上师的 也不一定是佛 也不一定是 菩萨 就是有 就是有 也有 菩萨 有佛 有阿罗汉 有一般的反夫 但是我们用 清静的心 也可以说 把自己的上师 看待 就是说 活生生的佛 的话 我们会同样得到 佛的加持 这佛法里面 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 没有 没有一个 清静心来去 看待这个上师 也可以说 没有医治 这个上师 的话 他真正是一个 活生生的佛 但我们会 得不到 就是那个 佛的加持 这我上次有说过 阿迪迦尊者 去西藏 然后去西藏人 有些可以说 很用功去学习 要然后去修习 使修 但是可以说 得到 就是成果 是很难 但是印度人 就说修行 要得到 就是成果 很多 那有些请教阿迪迦尊者 那西藏人 这么的用功 还是得不到成果 就是那个成果 为什么呢 那 阿迪迦尊者有讲 哪有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 就是说 你们 西藏人 的那些修行者 把自己的上师 看待 一般的反复 一般的反复 所以得不到 佛的加持 我们西藏 那个印度人 把自己的上师 看待 可以说 比佛还重要 也可以说 跟佛一般 看待 所以会得到 佛的加持 而且他有说 我们印度人 观想 一尊佛 得到 一百佛的加持 你们西藏人 观想 一百个佛 得不到 一尊佛的加持 知道吗 这也可以说 提醒我们 那一尊佛说 就是那个上师 我们在 修每一个法 都有讲 比如说 我们今天有修 药师佛 的话 那我们要观想 药师佛 然后我们自己的 上师 跟 药师佛 就是我们观想 无二无别 我们说 观想 就是 同体 反正说 我的上师 就是为了我们 就是 就是 化现 就是那个 药师佛的身份 所以说 我观想 就是那个药师佛 就是我的上师 我的上师 就是药师佛 就是把他 看待一体 无二无别 才会得到 就是药师佛的加持 那得到药师佛的加持的话 可以说 得到所有佛的加持 但是 我们 观想的时候 就是 上师放在一边 然后去观想 很多 比如说 今天有人说 这个很殊胜 那个很殊胜 那这样 就 就得不到 一尊佛的加持 所以说 我们的心 不是很稳 嗯 知道吗 嗯 我们的心 不是很稳 所以有这些 种种的 嗯 嗯 过患 嗯 那我就是 从来讲的话 嗯 前面的 已经 已经 已经讲了 可以说 两件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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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阳 普照大地 洒落一地的银白 微风徐徐 拂过树梢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臂小径后 放眼望去 便是静谧又安详的 美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 民风浮实的美山乡 隶属于 海涛法师慈悲之业 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 约十甲的土地上 陵墓从玉 层层环绕 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物名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 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 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 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 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群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铁士首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晚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静得途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 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荣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 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 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 注意事项才能妥善防疫 让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 务必做到以下事项 1. 全程佩戴口罩 女劝不听者最高可处15000元罚环 2. 配合测量体温 3. 避免交谈 4. 不要饮食 出入公共场合时 请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 请全程佩戴口罩 感谢您的配合 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 不要让防疫的距离 影响你我心的距离 华丽背后的真相 安哥拉兔 他们除了脸部的一小部分外 全身都长满浓密像丝绸一般的毛 在耳朵的顶端 长着像流苏的毛 眼睛圆而大 因其纤细柔软的兔毛 而被广泛饲养 它的毛是一种高级的纺织原料 全世界大约九成的安哥拉兔毛 都产自中国 安哥拉兔毛做成的衣服 帽子非常受人欢迎 许多知名品牌 都会以安哥拉兔毛为原料 制作高级衣饰 姐 你看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哇 这件衣服的触感可真好啊 是什么料子的啊 两位小姐真有眼光 这件衣服是用 百分之百安哥拉兔毛制作而成 您试试看 它摸起来柔软顺滑 哦 这是用安哥拉兔毛制作的 哇 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原来是用安哥拉兔毛做的 是啊 安哥拉兔毛 可是上等的纺织原料 它细致 柔软 舒适 比羊毛还要暖和八倍 是世界上最保暖的天然纤维 耶 这么好的衣服 我们一人买一件吧 嗯 算了吧 我曾经发过誓 绝对不会买安哥拉兔毛的制品 为什么呢 姐 我知道你向来非常爱护动物 可是这又不是皮草 不会伤害到那些兔子的生命的 是啊 兔毛制品和皮草不一样的 这只是剪掉兔子的长毛而已 丝毫不会伤害到它们的 不 其实取得安哥拉兔毛的方式 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 用剪刀剪掉而已 要不然是怎样呢 养殖户取得安哥拉兔毛的方式 残酷地超乎你们的想象 啊 去年 我跟着我先生 去过安哥拉兔的养殖场 在那里 我第一次看到安哥拉兔 它们一个个就像雪白棉球似的 你们看 我这里的安哥拉兔 长得多么漂亮 这样品质的兔毛价格可是相当高的 哦 这就是安哥拉兔啊 这些小兔子真可爱 呵呵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送你两只回去当宠物呀 呵呵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陈老板 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你这里的兔毛吧 好啊 跟我来吧 当我们到了堆放兔毛的仓库里 我发现那些兔毛质地光亮柔软 但是有些兔毛看上去颜色暗淡 这些兔毛的品质怎么比那一堆好 又柔又亮 另外那堆的颜色显得有些暗淡 是因为兔子的品种不同吗 不是的 我们这里的兔子都是同一个品种的 那为什么这两堆的兔毛差距会那么大呢 这是因为取得兔毛的方式不同 所以品质也会因此不同 兔毛不都是剪下来的吗 当然不是 哦 那是怎么弄下来的 该不会用除毛膏吧 如果两位有兴趣的话 明天早上我带你们去看安哥拉兔取毛的过程吧 好啊 谢谢你 然而第二天早上 我却看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场景 安哥拉兔取毛的过程实在太残酷了 太痛苦了 嗯 哦 每天早晨 一支支如棉花糖般蓬松洁白的安哥拉兔子刚睡醒 就会被工人粗暴地拖出笼子 然后工人的大手利落地一把一把扯下 安哥拉兔身上的毛 雪白的棉球一下子就露出一袋红色皮肉 势雷不及眼耳的动作 使得安哥拉兔发出尖锐的哀嚎 比杀猪生还要惨烈 陈老板 活体拔毛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活拔下来的兔毛比剪掉的毛要长三分之二 而且品质更好 拔下来的毛每公斤可以卖到一千三 而剪的毛只能卖五百五 差价这么多 所以当然要选择用拔毛的 拔完毛的兔子会被扔回狭窄的笼子里 跟其他同秘密的小伙伴们挤在一起 一只兔子拔一次毛约二十公克的量 至少要五十只兔子才能凑足一公斤 拔下来的兔毛比剪下的兔毛 每公斤可以多卖七百多元 商人为了赚更多的钱 便不顾兔子的痛苦选择拔毛 这些兔毛出口后 经过各国工厂的加工 摇身一变成了时圣界广受欢迎 时髦又保暖的兔毛制品 而那些安格拉兔的磨难并没有结束 他们每隔三个月就要忍受一次这种疼痛 这几只兔子养了有三四年了吧 快五年了 这么老的兔子毛也长得慢了 留着也没用 杀了做菜吧 好的 许多安格拉兔只活了一至两年便会猝死 如果他们能够活到三至五岁 最后就会被送到餐桌上 变成香喷喷的兔肉 当我看到了被活体拔毛的安格拉兔后 便发誓再也不会购买含有兔毛的服饰了 我想我能做的只有这样了 让兔子们少受一点痛苦 嗯 真没想到 兔毛竟然是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取得的 姐 我以后也不会再买兔毛制品了 嗯 光鲜闪亮的服饰 柔软飘逸的质量 瞬间蒙蔽了我们的神志 麻醉了我们的感官 我们会忘掉小动物的哀嚎 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 应使用兔毛制品而对安格拉兔带来的严重伤害 英国已有超过35家服饰品牌宣布 停止采购产品内含有安格拉兔毛的材料 随后一些国际大品牌也发表了声明 我们决定停止在产品中适用安格拉兔毛 除非能确保这些兔毛是以人道方式去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请让兔毛远离你的衣柜 当你购买衣物时 若标签上显示含有兔毛成分 请让它留在